连接1000个铁杆粉丝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 大家好 我是网友财经 今天是2024年的5月10号 我们来录制今天A股的收屏视频 今天我们要表达的内容是 技术牛已经成立 但不要去奢望快牛 护制连续四周的阳线 留下一个缺口 我们具体给出下周的策略 该如何去应对 同时去聊一下 科长50中的1000还有创业版纸 以及收屏视频固定聊到的 6个板块方向 我们先来去复盘一下 在本周A股整体的一个盘面数据 看成交金额 在本周只有周一成交金额超过了1万亿 但是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这4天成交都是小于1万亿的 而外资北向资金 两天流入三天流出 累计本周是流入了大概是50个亿 个股拉升的持续性是比较差的 明显的分化 两天普涨 两天普跌 然后一天是分化 大盘层面上的确是在创了新高 处于所有的均线上方 这些种种的盘面信号告诉我们 就是 第一 外资回流A股的趋势没有变 大盘这种技术牛的上攻趋势也没有变 这是一个中期趋势 但是短期的量能不足 以及赚钱效应不高 购物的分化 其实吸引不到更多的场外资金去进场 而如果说没有更多的场外资金去进场 那也就没有持续的动能 所以不要去奢望我们的指数 去持续拉升走出那种所谓的快线行情 很难很难 接下来即使是走牛式 也会是在反复震荡当中去进三步退两步的节奏去拉升 然后我们来具体看技术面 因为是周五 是周K线的一个收官之日 我们看周线 周线的上指数 在这样一个底部2635点以来是一共13周 那么这13周里面其实只有两根阴线 11根阳线 走势还是很强劲的 而本周是高开高走又创了这样一个拉升的一个新高 但是我们要观察今天这个成交量没有超过这个位置成交量 也没有超过这个位置成交量 对吧 而最近这三周呢 也就是上周还有上上周 其实量能都是不可以的 都是不够的 然后再加上周线级别涨到哪里了 各位看一下 第一是涨到这一个120周均线 第二呢 是涨到之前这个密集区域的一个位置 那也就是说遇到压力了 量能不够 又遇到压力 连续的涨很多 这种获利盘也很多了 所以下周的户指我们预计冲高回落的概率很大 或者说收阴线的概率很大 然后再来看日K线 日K线我们在近期反复去强调 户指目前的走势 类似于三月份在这个阶段的走势 在短期高位震荡之后呢 它要往下有一个调整 有一波技术性回调下跌 短期我们可以去换股 但一定不能够去加仓 接下来即使往上有继续的这种上涨 我们可以视为右多 你也可以去视为是一个短期的无需震荡 总之不要去加大仓位 可以得到换股 而接下来指数呢 我们认为至少要回踩时日均线 大概率要回踩到这条白色的年线为止 好 这是对于护质的分析 然后再去聊一下科障50 科障50我们还是看周K线 本周的周K线或者科障50是一个下跌的阴线 是一个下跌阴线 而且周K线层面上的科障50 它的主力控盘指标 我们看一下 在过去的这将近一年一直是处于零轴下方 那也就是说是空方在空盘 中期有的是这样 然后它的均线呢 是处于20周均线下方 看一下 是不是处于这条红色的20周均线的下方 也处于我们这条黄色的多空超盘线下方 对不对 而震荡指标呢 它是已经在前4周已经跌破了这个中轨 那么最近这7周 那么震荡指标始终是绿色柱 在往下重心下移 所以这些信号就告诉我们 其实科障50周线走得很不好 周线其实走得很不好 它的不确的信号还很大 它冰冻三尺 那它不是靠一天两天 它就能够起来的 它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去震荡 去积蓄能量 才能够去往上迎来突破 而日之间级别的科障50呢 那么在这里我们谈到了支撑位 是下方这个20均线跟着超白线 那预计要回踩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回踩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好 然后再去聊一下中正一千 中正一千指数 我们还要看周k线 周k线级别的中正一千指数 它的震荡指标 我们看一下 在上周跌破了中轨 那么在本周呢 是继续的一个下移 而看整个k线结构 我们去看一下 中正一千指数 k线结构 其实它是一个下跌结构 看到没有 是不是低一点在不断降低 高点在不断降低 对吧 它结构并没有完成一个上攻结构的改变 这是中正一千 而它的主力控盘呢 主力控盘度 在本周是刚刚跃上零轴 刚刚由红色组 变成红色组 那么它接下来会不会需要有反复呢 而日线级别我们看一下 它应该会有反复 应该会有反复 那么支撑位呢 支撑位在这条二十字均线 那预计下周呢 可能要回踩二十字均线 好 这是中正一千 然后再来看创业版纸 各位 创业版纸 在本周的表现不好 它是连续的4天 没有能够去再创这个高点 看一下 连续4天没有去再创这个高点 6天时间给出了5个音线 就是6天5音 那么短期要往下调整 这个态势是比较明显的 短期要往下调整 态势是比较明显的 好 这是创业版纸 然后再去聊几个板块 煤炭石油电力 第一个我去看一下煤炭 好 等一下 看煤炭 煤炭板块 我们在最近给大家去反复讲 说这是一个高位的箱体 对吧 高位的箱体 那么现在涨到哪里了 涨到箱体的中轨上方了 对吧 涨到箱体中轨上方了 然后看我们的特征指标超板线 是连续三天在黄色超板线这里收到了压制 所以对于这个板块我们怎么去应对 其实如果你有仓位 如果说你有仓位 你可以去顺势而为 你可以去守住底线 就是周三的这根阳线的最低点 期待它往上游再次拉升 但是这个位置不适合再去做仓位的加法了 因为它已经一遇到压力位 二它距离这个 它已经距离箱体底部比较近了 你承担的风险给你得到的潜在回报不成比例 所以这个位置不适合做加法 你可以持仓不动 你也可以做仓位的减法 一要往上走去分批减仓 但不适合去做仓位的加法 好 这一条石油 石油的思路 我们维持昨天的观点不变 就是它需要往下有一个回路 它需要 如果能够去跌到 靠近这条黄色的60均线 那就更好了 那如果更好 那是石油板块 跌到支撑 往上有再一个反弹 或者说往上有再一个拉升 这是短线思路 当然中长期我们是看涨的 因为它现在还是个上弓结构 石油也有涨下驱动 但短期我们等回落 同时看超盘线 超盘线在上周是跌破了 这条黄色的多空超盘线 那现在还是处于这条超盘线下方 还是处于这条超盘线下方 短线估计还要往下 需要掉一掉 还要往上去掉一掉 好 那这里看一下电力 电力板块今天是上涨了1% 量能是出现了放大 创出了过去一个月的一个最大量 量能不错 价格要往上涨了 目前处于所有均线上方 电力我们可以讲现在它是个上弓趋势 也是个上弓结构走得很强 然后看我们的超盘线指标 它也是处于我们这条黄色的多空超盘线上方 所以我们只需要锁住底线就可以了 底线就是这条黄色的多空超盘线 只要不破底线 我们可以期待它往上有继续拉升 或者往上有创新高 而至于说它在超盘线上方 这种震荡也好 怎么样也好 它只要不破底线 我们其实就可以去期待它往上有继续的拉升 好 那这一聊是一个建筑 建筑板块我们始终讲 这是一个中长期我们所看法的方向 中长期的目标位横有多宽 数有多高到这一个年线位置 当然短期什么时候爆发不知道 什么时候网上真正是有拉升不知道 它可能会再震荡一周两周甚至一个月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短线和一个中长线的问题 对吧 短线会很纠结 当然有一些短线朋友可能会在这里做一些低息高抛 但中长线中长线我们是看网上有一波拉升的 好 这是建筑 这条黄是旅游 旅游在今天是上涨了2% 另外能是出现了不错的放大 但是今天出现了长出现了上线 这个上线到哪里是达到了这条红色的二十日均线 达到二十日均线受到压力 然后出现了上线 这表明的压力 而支撑呢 支撑其实就是下方这个六十日均线位置 所以明确了 压力位二十日均线 支撑位是六十日均线 那它就会在压力跟支撑之间 它可能会有一个震荡或者有一个收敛 然后再迎来一个变盘 所以就等就可以了 它如果能够再出现放量的突破二十日均线 那么这是它往上攻击的一个信号 但如果说它接下来往下跌破了六十日均线 非常棒的连续的五天是上涨 是有出了走出了四列阳 而今天的话是在继续往上拉升 但我们要注意一个现象 因为诸如我们之前讲过很多遍了 我说这是个中期看涨的方向 但是短期呢 量价关系呢 我们去看一下 除了在周三量能有所放大之外 在昨天周四跟今天周五都是缩量的 也就是说在周四周五是缩量上涨的 然后周三这个放量呢 其实放大幅度也没有超过这个位置的成交量 整理上来看 它短期的量价关系不好 中长期量价关系非常棒 中长期我们看涨 但是短期呢量价关系不好 那也就是说现在的上涨有一点超涨了 那么短线呢 回落技术性调整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而它技术性调整 那么跌到十日均线 这是一个支撑位置 所以等待就可以了 那咱就可以了 你要是短线仓位等一等 如果是中长线仓位 那么就坚定的去去博弈 就期待它中长线的拉舍 好 那么这是在今天的5月10号周五 我们对于A股的一个收评 最后呢祝各位周末愉快 连接1000个铁杆粉丝 持续的分享有价值的观念 听到这里的朋友来评论区打一个铁粉 打一个铁粉 再见